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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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 軸承羅帽的用法篇 那軸承羅帽呢 我們從字面上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它是屬於 運用在軸承用的一個 羅帽 那羅帽呢一般都有幾個用途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用在 固定方面的 那這裡呢它還有其他搭配的一些 原件 像是太陽華絲 或是勾板手或是一些其他的 間隔環等等的 那這一部分呢等一下後面呢 會來做一些詳細的解說 以及示範 那這裡我們該怎麼認識軸承羅帽呢 等一下一一呢會來 介紹它這一些零件呢 到底有什麼功能 以及說它要搭配的運用是什麼呢 這裡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們先來認識一下 羅帽 那這裡呢我們運用在軸承羅帽呢 我們可以這麼去說明 我們可以直接叫它做軸承羅帽 或是叫 圓羅帽或是 AN羅帽 這幾種呢 我們所代表的都是同樣的東西 那這裡呢 我們統稱的話會叫它 AN羅帽會比較多 當然用圓羅帽的說法也是有的 那這裡呢我們來了解一下 這個羅帽跟我們一般的羅帽 有什麼差異呢 其實我們從外觀上就可以看出來 一般的羅帽呢 都是 六角形呢 或四角形的居多 那很少有這種圓形的 所以它的圓羅帽呢 它的 意思名稱就是從這邊來的 它就是做成圓形的 然後呢 它會有四個勾 當然這個勾都有它一定的尺寸 我們從設計便藍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它這一些 固定的尺寸 以及它的外型 再來第二個特色在於說 它裡面的牙呢 會比較大 而且呢 它的羅具 相對就會比較小 那我們以畫面上所示意的是 AN06 那一般呢 它都會有一個編號 從AN00到 AN15啊 20等等的 它相對應 都有它對應的一個羅文 那羅文的話 基本上都會 搭配的是 是比較細牙的一個羅具 因為我們在鎖附的時候呢 一般 這個羅帽呢 它都不會做得太厚 我們如果要跟軸層裝備的 一般都是 希望它的空間呢 不要太大 因為我們如果使用一般的 六角羅帽呢 它都是比較厚的 而且呢 會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那我們使用的這個 軸層羅帽呢 它就主要設計來跟軸層專用的 所以它這裡比較細牙呢 在於說 我們可以在 更薄的一個尺寸裡面呢 有更多牙可以去做鎖附 所以一般會做細牙的 會比較多 再來我們看到前端 會有一個倒角的地方 那倒角的部分呢 會比較大 那這一部分 它就是跟 AN華斯 等一下後面一個章節會來講解到 來去做搭配 以及說這些勾呢 除了說我們可以用勾板手去做鎖附以外呢 它也會跟華斯做搭配 那等一下後面有講解到示範的時候 來跟大家做詳細的說明 以及說我們看到一般的 AN羅帽呢 前端 在倒角前端這裡呢 會有一個面 那一般這個面呢 都會做一個研磨 因為呢 它要跟我們軸層做鎖附的時候 這個面需要是平整的 所以我們都會看到一般這裡呢 會被做一個研磨 所以呢 可能表面處理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被磨掉的 那這裡呢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 軸層羅帽主要是這樣的一個外型 以及它的功能 那這邊 認識一下之後 我們再來 講解後面的零件呢 該怎麼去裝配 去使用 接下來呢 要來介紹的是華斯 那這裡呢 我們看到的呢 它的形狀是一尺一尺的 所以呢 它有一個名稱叫做 太陽華斯 或者是圓華斯 或是AW華斯 這幾種稱呼呢 的名稱呢 我們都是稱作同樣的一個東西 它主要就是用在跟我們 軸層羅帽 AN羅帽做裝配的時候 會運用到的一個華斯 那它最大的特色呢 跟我們一般華斯相比呢 第一個呢 它是有多尺的 再來它這裡呢 會有一個 一個角度 會跟我們的 呃 我們的圓羅帽呢 的導角呢 來做呼應 那一般我們這個華斯呢 我們如果仔細去看 會發現 它都是用 沖壓成型所出來的 所以它是一體成型所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 有一個地方呢 會有毛邊 那這邊我們就要注意一下 那這裡呢 最主要它的用途在於說 我們這一個 太陽華斯呢 最大的特色是 它可以做 防鬆的動作 那這裡 我們到底要怎麼 防鬆呢 一般都是運用 它這個 凸起的地方 以及它外部的尺 來跟我們的 圓羅帽來做搭配 就能達到 防鬆的功效 那這裡 你可能會好奇說 該怎麼去 防鬆 那其實該跟我們的 新軸 設計上有一些關聯 那這裡呢 我們這樣子來講解 可能會比較抽象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來做 實際的安裝的示範 那各位會更清楚 那這邊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零件 接下來呢 就要來做 實際的軸層安裝的示範 那這裡呢 先聲明一下 關於軸層呢 它的裝備 這邊呢 就不會講得太詳細 因為軸層的話 有外環跟內環 以及軸向的推力 或是近向推力等等的 會根據你的軸層呢 是什麼形式 那我們所對應的一些 組裝的方式會不一樣 那這邊軸層的部分 就沒有另外探討 我們主要針對 軸層羅帽 該怎麼去使用它 那這邊呢 先給大家示範第一種 第一種呢 是雙羅帽的形式 那雙羅帽 顧名思義呢 就是運用它 來做一個索附 以達到防鬆的功效 那這邊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半撥面 各位會更清楚一點 這邊我們看到呢 這邊畫面上示意的是一個 星軸 那星軸呢 一般呢 它的底下呢 可能會有一個階級 那這個階級呢 跟我們的軸層的內環 來做搭配 搭配完之後呢 我們看到前端這裡呢 我們就會車牙 那這個牙的部分呢 就要跟我們的 A恩羅帽來做呼應 那這個地方 也不是我們隨便做的 我們要參照 A恩羅帽呢 它的尺寸 來做 大對應的一個 螺紋 跟螺距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做索附 這邊我們會看到的是 一般我們在組裝的時候呢 我們這裡呢 可能會多一個間隔環 那間隔環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有時候呢 因為螺紋的它的間隙 可能導致說我們在 在壓緊的時候呢 可能需要它有一個預留 這時候我們就會做一個間隔環 那間隔環 你有可能是用車的 有可能是用雷射切割的 都有可能 然後再去做研磨 所以一般兩邊都要是平整的 這樣子你組裝的時候才不會說 鎖附的時候不平 會有導致鬆脫的情形 那這部分細節讓各位去了解 那最主要我們看到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雙螺帽 雙螺帽在於說 我們第一個螺帽鎖附之後呢 第二個螺帽再把它做破緊 所以它有作用力 以及反作用力 兩個螺帽的一個形式 所以達到一個防鬆的功效 那我們看到它四個邊呢 都有一個勾 那這個勾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可以用勾板手呢 去把它做鎖緊 那這部分呢 如果沒有看過的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 車床 或是洗床 有時候你會看到這種夾頭 那像洗床我們是最常見的 洗床的主軸呢 我們就會看到有這種螺帽 然後我們就用勾板手去把我們的洗刀 或是我們的一個夾頭呢 把它夾緊 我們會運用到這種螺帽 那這邊各位可能會比較了解 再來我們看第二種形式呢 就是今天的主軸 我們的 A-N螺帽跟A-W華絲呢 該怎麼去搭配 那這邊呢 細節我就沒有講的太多 就是跟剛剛類似的情形 一樣 我們的 新軸呢 有做一個車勾的動作 然後呢 我們的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 新軸有一個地方 是特別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的 牙的地方 我們會看到我們做一個 洗勾的動作進去 這個用意在於說 我們的A-W華絲呢 它有這個階級 所以我們要運用它呢 來把它卡住 卡住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當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們的華絲 跟我們的新軸呢 它就是連動的 所以這樣子呢 當我們用這個螺帽鎖附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華絲這個地方呢 有相當多尺 這時候呢 我們把螺帽鎖緊之後 我們就來看 當我們拿一個尺呢 跟我們這一個勾 有對應到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拿起工具 一般會用一次旗子 插進去 然後把這個尺往下扳 卡到這裡面來 這樣子呢 我們第一個 星軸跟華絲連動 再來華絲跟羅帽連動 而羅帽又跟星軸鎖在一起 所以它就達到了 防鬆的功效 最主要它的用意在於這裡 這邊一樣 細節呢 關於說 軸承它的 安裝的方式呢 這邊就沒有探討 最主要我們講解的就是 軸承羅帽以及華絲 該怎麼去運用 當然有時候還是會搭配 尖刻環來做使用 那這邊 讓大家去理解一下 它的用途在於這裡 所以呢 我們要注意的是 我們所運用的 記得我們的新軸 一定要有一個勾出來 那這個勾呢 我們的公差不用很細 沒有關係 只要這個勾進得去就好 所以一般這邊 有預留公差 感覺還蠻大的 也沒有關係 這邊也要預留一些 才不會你組裝的時候有干涉 那這邊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最主要 我們的軸承的安裝用法 就是在這裡 然後運用這個尺呢 來做一個 防鬆的功效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軸承羅帽的用法篇 那剛剛有提到 我們軸承羅帽呢 最主要就是 它會有四個勾 那這四個勾呢 就是我們運用勾扳手呢 這個地方 可以扣住之後 來做鎖緊或是放鬆的動作 以及說 我們在跟 AW華斯做搭配的時候呢 這些尺呢 可以看我們哪一個勾 跟它對應到的時候呢 鎖附之後 把這個勾呢 跟這個尺 互相給它結合之後 以及新軸結合 以達到它的鎖緊的功效 那當然 雙羅帽的用法也是有的 那這邊我們就要看各位 我們使用的場合 如果你的空間不多呢 就會比較建議 AW華斯跟 AN羅帽兩個做搭配 那當然這邊的話 我們在新軸上的加工 以雙羅帽是 當然是比較單純 我們只要車牙就好 那如果要運用到 AW華斯的話 我們就需要 多這個洗溝的動作 那這邊還是要看各位的取捨 那也有可能 因為張成本比較高 但是呢 你的空間更小 那你的結構會更精簡 那我們可能就要選擇這個部分 那這裡呢 最主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軸承羅帽的用法 那關於軸承羅帽 以及AW華斯呢 這兩個該怎麼去建立 以及說數學式的參數用法 那如果有興趣呢 先前都有教導過這兩個 教學的影片 那我會放在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去那邊觀看 來連結來練習囉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